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度增强 今天为最强时段 广东局地将再次出现强对流 雷雨大风天气过程 以军称轰炸黎班的南部约40处目标 以色列国防部长表示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以军已经打死黎班的南部半数珍珠党指挥官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近日在重庆考察时强调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不断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 4月22号至24号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和市长胡恒华陪同下 深入物流园区 城市社区 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等进行考察调研 22号下午 习近平首先考察了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 习近平强调 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筋络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 对于推动行程 陆海内外联动 东西双向互际的对外开放格局 具有重要意义 各有关方面要齐心协力 把这一标志性项目建设好 运营好 习近平还听取了 重庆推动成余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情况汇报 参观了重庆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成果展示 习近平表示 重庆四川两地要紧密合作 不断提升发展能级 共同畅好新时代西部双城记 九龙坡区谢家湾街道民主村社区 是一个老小区 2022年初启动更新改造项目 并纳入全国有关试点 习近平来到这里 查看小区改造和便民服务情况 习近平指出 老旧小区改造是城市更新的一个重点 也是一项民生工程 既要保留历史记忆和特色风貌 又要解决居民关切的实际问题 要总结推广这方面的成功经验 更好汇集广大社区居民 离开时 社区居民纷纷维稳过来 观送总书记 习近平对大家说 中国是现代化 民生 伟大 中国共产党要做的事情 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23号上午 习近平考察了重庆市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 习近平指出 城市治理涉及方方面面 首要的是 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 做好预案 精准管控 快速反应 有效处置各类事态 确保城市安全有序运行 24号上午 习近平听取了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工作汇报 习近平指出 要着力构建 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积极培育 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和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因地质疑发展新制生产力 习近平强调 要以敢为人先的勇气 全面深化改革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习近平指出 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 建立健全 大综合一体化 城市综合治理体制机制 让城市治理更智能 更高效 更精准 习近平强调 要大力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积极推进 以县区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习近平指出 要毫不放松 坚持党的领导 加强党的建设 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 扎实开展党纪学习教育 引导党员干部 真正把纪律规矩转化为 政治自觉 思想自觉 行动自觉 一以贯之 反对和惩治腐败 营造风轻气正的政治生态 首届上海国际光影节 将于今年9月举办 30座城市公园 将实现24小时开放 上海市绿融局局长邓建平 昨天在做客2024上海民生访谈节目的时候 对市民关心的一系列热点话题 进行了回应 上海市绿融局介绍 首届上海国际光影节将于9月19日至10月18日期间举办 聚焦一江一河区域和夜间经济空间布局体系 围绕冰水公共空间 深自行高架 商圈景点 公园绿地 标志性建筑等 举办系列主题活动 为市民游客带来全球顶级的光影艺术风采 这次的光影节的主题是春雨光影 Traveling Light 包括整夜一批建筑头影秀 展示一批世界顶界设计大师设计的光影艺术章志 还要列动上海旅游节 上海自下国际消费记 世界设计制度大会 上海十张州等重大活动 现在的客流链 可能会超过750万人吃 根据此前发布的规划 上海计划用十年时间 努力打造世界一流的景观照明 同时将上海国际光影节 打造成上海夜景旅游新IP 近期敏航文化公园 世纪公园等相继实行24小时开放 这也是人民城市建设的一项新探索 今年新增30座城市公园 实行24小时开放 首次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 市绿融局表示 要加强可行性评估 广泛听取社会意见 我们20小时开放 也不搞一刀切 还是要尊重实际 集体公园的写着是相关期 制定一元一策的方案 此外垃圾分类也将推出升级版 今年全市将建设300个惠民回收服务点 打造多个可回收物公共服务平台 让可回收物回收体系更加便利 东方卫视记者洪焕泉上海报道 第五届五五购物节将于本周末正式启动 上海的商业龙头企业百联集团表示 将通过150多场商旅文体展联动的主题促消费活动 助力消费潜能释放 在100商业中心里 不少顾客已经开启买买买模式 买了个手表 对 这边现在有个八五指 我们还是杭州过来的 今天就是来采购化妆品 五一就是可能要出去旅游 提前买一些彩妆 除了常规折扣 五五购物节期间还会有消费券的加持 最重磅推出的就是我们会有55万张的百元优惠券 我们会在线上线下都会推出 55购物节期间 百联集团将推出55品牌周 境外友好购等五大板块 150多场促消费活动 并推出一批新品牌 新模式 新地标 我们希望从今天开始两个月的时间里面 能够服务超过一个亿的客流 能够激发超过百亿的消费 在这个期间我们也和一百多家品牌上联动 我们会举办一系列的高质量的新品首发 包括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手电开幕 另外在全市的大卖场和超市 还增设了一千多台境外pose机和英文服务 为境外游客来户消费提供便利 东方卫视记者和响上海八道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宣布 神州18号载人飞船将于今晚8点59分出征 神州18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 第三次载人飞行任务 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32次飞行任务 此次任务主要是与神州17号乘组完成载轨换 在空间站驻留约6个月 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时试验 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 舱外载荷和舱外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还将开展科普教育和工艺活动 以及空间搭载试验等 载轨驻留期间 神州18号航天员乘组 将迎来天州8号货运飞船 和神州19号载人飞船的来访 计划于今年10月下旬返回东风着陆场 而驻留天工近半年的神州17号乘组 在与神州18号乘组完成载轨换任务后 计划于本月30日返回东风着陆场 那目前的神州18号船舰组合体 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已经就位了 并且已经完成了推进季的加注工作 据介绍 本次发射场任务准备期时间 较神17相比有所缩短 进入空间站阶段后 发射场系统采取打一背一 滚动背份的发射模式 在确保测试覆盖性的前提下 持续对发射场流程进行优化 而火箭推进季加注完成后 整个任务也将迎来真正的发射考验 后续的话呢 我们将程序稳妥地开展 后续的一些各项的状态的检查和准备工作 像包括加注后的火箭垂直度调整 方向的瞄准 电气系统的射减功能检查等等这些工作 整个任务的各参事系统工作人员将全部就位 以最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后续工作中 神舟18号航天员昨天亮相 包括了一名第二批航天员和两名第三批航天员 三人均为80后 分别是叶光复 李聪和李广苏 叶光复担任指令长 第一次飞行是飞天圆梦的激动与兴奋 而这一次身为指令长压力更大 责任更重 面对挑战 我和我的两名队友 以及整个航天团队 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对于完成这次任务 我们信心满满 此次的三名航天员均为80后 又都有过飞行员的共同经历 相似的年龄和经历让他们默契十足 每次训练完 指令长都会带领我们进行复盘研讨 现在对方的一个动作 甚至一个眼神 我们就能够明白所有表达的意思 我想好好看一看美丽的蓝色星球 看一看祖国的锦绣山河 找一找 一路走来养育培养过我的地方 也想替我可爱的孩子看一看 天上的星星到底会不会眨眼 神舟18号飞行程组 此次依旧是由一老带两星组成 那这一次呢 三名航天员都是80后 那在他们的身上 我们也看到了属于年轻人的慷慨激昂 那这一次呢 等待他们的任务也非常的艰巨 他们要多次进行出舱的活动 对舱外进行巡检 进一步保证中国空间站的安全 那我们在这里也预祝他们可以旅途平安 在神舟18号的任务当中啊 将会进行中国首次载轨水生态研究项目 也就是太空站养鱼 建立稳定运行的太空自循环水生生态系统 实现中国在太空培育脊椎动物的突破 随神舟18载人飞船上行的小型受控实验组件 将装载水生动物斑马鱼和水生植物金鱼藻 并安装在上行水生支持装置内 在载人飞船上行过程中 上行水生支持装置将为金鱼藻提供LED光源 保持金鱼藻正常进行光合作用 并保证水生生态系统的养含量维持在正常水平 以满足斑马鱼的生存需求 入轨后 航天员会将实验组件 转移到问天仓的生命生态实验柜 小型受控生命生态实验模块中 开展载轨实验 通俗点说是要养鱼 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小型的一个水生生态系统 我们既要保证鱼要能健康的生存 因为生态系统里它除了有鱼以外 还要跟它一起共存的 给它提供氧气 给它提供支持的一些其他生物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保证这两个自己形成一个闭环的平衡系统 在中国空间站的小型受控生命生态实验模块中 照明系统将支撑金鱼藻进行光合作用 供给氧气提供给鱼类进行呼吸使用 鱼类呼出来的二氧化碳供金鱼藻进行光合作用 鱼类吃食物排泄的粪便给金鱼藻进行营养供给 这样就形成了一套水生生态系统 在这个过程中 鱼类需要喂食 系统会有个喂食单元 斑马鱼产的卵将被系统收集起来 未来将由航天员带回地面 供科学家开展下一步的研究 科研人员还专门给这套实验系统安装了相机 通过相机实时传输的图像 地面工作人员也可以了解实验的进展情况 该实验项目从2020年底立项以来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和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科研团队 就围绕实验中水生生态系统鱼类的选择 如何给鱼供给氧气 如何使水循环 如何给鱼喂食等一系列问题 开展了地面相关研究 为这次实验装置进入太空打下了基础 在昨天召开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坚决反对美国国会批准对台军援 敦促美方停止以任何方式武装台湾 朱凤莲指出 美国国会有关议案 塞入涉台内容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我们坚决反对 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兑现 不支持台独的承诺 停止以任何方式武装台湾 要和平 不要战争 要发展 不要衰退 要交流 不要分离 要合作 不要对抗 是台湾的主流民意 近日台军汉光40号演习第一阶段开始 演习中台军首次纳入所谓应对大陆滚装船威胁的响定 对此朱凤莲表示 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不断谋独挑衅 煽动两岸对立对抗 是导致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根源 我们有决心有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 对于大陆方面是否会考虑开放大陆居民赴台旅游 朱凤莲表示尽管目前两岸交流合作在岛内仍然存在一些人为阻力和障碍 但我们将采取积极措施 推动包括旅游在内的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 大陆方面一直坚持推动两岸人员往来正常化和各领域交流常态化 民进党当局至今没有解除禁团令 没有开放大陆居民赴台交流 只有消除这些障碍才能为两岸旅游和人员往来恢复正常 创造有利条件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 今天2点11分 在台湾花莲县海域北北23.95度 东京122.31度发生5.0级地震 震源深度10公里 自4月22号以来花莲接连出现了强鱼镇多处受灾 自4月22号以来花莲接连出现强鱼镇 其中4级以上46次 6.0级以上三次 最大鱼镇为4月23日2026分发生的6.3级 接向部门持续发布大鱼特报 这两天有封面云系通过 有短时强降雨 宜兰花莲等山区局部有大道暴雨 昨天花莲县秀林乡与南投县仁爱乡交界24小时 累据雨量达100.5毫米 目前秀林乡大小地震不断 雨势持续 考量山区可能会有泥石流等情况发生 当地政府持续针对山区居民强制撤村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进入到汛期之后 我国南方地区多次出现强降雨的过程 今年的防洪压力是备受关注 中国气象局昨天举行发布会表示 今年汛期我国的气候状况总体偏差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 烙重于旱 东部季风区降水总体偏多 考虑区域性和阶段性的洪烙灾害会比较明显 专家分析 今年进入到汛期之后 总体的水汽条件依然会比较好 南方地区的长江中下游 淮河流域 太湖流域降水都会较往年同期 明显的偏多 而北方的松花江流域 黄河流域中下游降水也是比较多的 建议要提前做好防汛的准备工作 关于我国南方地区的降雨 中国气象局介绍说 2024年4月以来 华南地区的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一倍以上 为1961年以来的历史第二多 24号到26号 南方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降水过程 今年华南地区的降水 与厄尔尼诺存在明显关系 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在全球变暖背景下 江南华南等地的气温较常年同期明显偏高 气温升高会增加大气含水量 也会增强对流的强度 导致强降水事件偏多 另外4月以来 西太平洋敷热带高压持续偏强 输送到中国南方地区的水汽极为充沛 同时配合青藏高原和华南地区的环流异常 形成了多次强降水过程 据研判 从现在到4月底 广东依然处在降雨频繁的周期 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形势和过去几天相比 没有太大调整 降雨持续时间相对较长 本轮强降雨过程 与4月份广东的两次强降雨 有一定相似性 降雨落区会有一定重叠 主要影响区域 依然是广东北部和珠江三角洲地区 气象部门提醒 本轮强降水过程仍有一定质灾性 可能造成洪水 山洪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上一轮的强降雨过程当中 韶关市的江湾镇 受洪水的影响 一度成为了孤岛 经过各方的全力抢险救援 目前进入江湾镇的通道 已经全面打通 前期六个失联的村庄 都已经取得了联系 在这轮暴雨中 受灾严重的广东韶关江湾镇 目前电力供水通讯正逐步恢复 中央气象台预计 江南华南等地的雨势将再度加强 最强降雨时段集中在今天 强降雨落区与此前高度重叠 为了避免新一轮降水导致次生灾害发生 目前江湾镇正在全面清查转移受灾群众 我们现在有两个转运点 会全部都转运出去 使由市委市政府这边统一调派车辆 水利部发布的殉情通报显示 受强降雨影响 珠江流域北江寒江 近日可能再次发生编号洪水 东江可能发生首次编号洪水 暴雨区内多条中小河流 可能发生超紧洪水 水利部召开专题会商会议 安排部署洪水防御重点工作 为支持广东 广西 江西三省区 防汛救灾工作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 紧急预拨1.1亿元 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 排除危险等应急处置 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 导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去年以来 全国多地推出了楼市已旧换新的项目 近日广东深圳也推出住房已旧换新项目 哪些房源可以参与已旧换新 又该如何操作呢 赖先生是首批来现场咨询项目的购房者 他目前一家四口住在20年楼龄的楼梯房里 半年前旧房子就开始挂盘售卖 然而这个小区因缺乏电梯 设施老化 一直售卖不理想 因为之前卖了半年多了都没有动静 如果通过现在这个已旧换新的形式 他们会集中的去推广 可能效率会更高一些 此次深圳推出已旧换新试水的项目 是通过中介合作的模式 来帮助购房居民 卖旧买新 换房客户在项目缴纳定金 可锁定一项房源两个月 期间签约中介机构聚焦推广旧房 尽快售出旧房 客户签约新房 交易成功 如果两个月内购房者的旧房源没有卖出去 开发商将退还购房者锁定房源的定金 换房人无需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记得在现场了解到 目前针对已旧换新的客户 在出售旧房时 相关的中介门店 不仅通过线上线下和全程互动的模式 加速推广 同时还在佣金上 给予一定程度的优惠 平均大概是1.2左右 走已旧换新渠道的换房人 他在目前这个佣金的基础上 作为伪卖房 走这个渠道还要给他再打一个30%的 甚至以上的折扣优惠力度 据了解 目前第一批已有21家中介机构 和13个房地产项目 参与到此次已旧换新活动当中 目前已旧换新的活动 主要是聚焦在商品住房方面 至于公寓等等其他的产权 暂未纳入 它属于那种 是整个促使这个楼市强化它内循环的一个 这样一个增量的一个表示 就强化这个动力 由上海广播电视台 与香港电台联合主办的香港上海电视周 将于本周六在香港启动 在这上海电视周广告的百年叮丁车 昨天也是正式驶上了香港的街头 加上全港各处的宣传广告 在香港刮起了一股上海旋风 伴随着清脆的叮丁声 有着悠久历史的香港交通古迹叮丁车 载着香港电视周系列广告 亮相香港港岛核心区域 从1904年投入服务至今 港岛的叮丁车已经走过120年的历史 每天平均接载乘客20万人次 可以说叮丁车既是重要交通工具 行驶在香港最核心的区域 也是一张充满历史感的城市名片 这些天全港的多个地铁站台和巴士车站 也出现了香港上海电视周的广告 许多等候公交车的香港市民 目光都会被广告牌吸引 经济特别好 然后就是高度特别多 觉得上海的人比较好 就是比较开放一点 因为我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会如果是关于中国一些城市的事情 我会去了解 比如说那些地方的历史特色什么的 我都会去了解 在人流传动的旺角闹市区 巨大的电子屏幕上 滚动播放着香港上海电视周的宣传片 向来往的市民游客 介绍电视周展播的节目内容 据悉由上海广播电视台与香港电视台 联合主办的香港上海电视周 将于本周六在香港拉开帷幕 届时港台电视31频道将连续一个月 展播上海广播电视台的多部优质节目 包括核与中国下一站等 东方卫视记者于华安乐 吴振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 稍后为您带来 美国总统拜登签署 950亿美元外援拨款法案 美国多地高效爆发反战示威 要求加沙地带永久停火 美国停止军事援助以色列 福岛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 因为停电一度中断 日本超过18万民众 联名呼吁停止核污染水排海 我们来看全球 美国总统拜登昨天签署了 价值950亿美元的对外援助法案 拜登表示他已经批准向乌克兰 提供最初的10亿美元的武器援助 这些武器将会在数个小时之内 开始运往乌克兰 根据法案内容 此次对外援助资金的大部分 将用于在军事和经济方面 支持乌克兰 数额达608.4亿美元 以及向以色列提供260亿美元援助 另外法案中还包括一项 清算被扣押的俄罗斯资产 并转交给乌克兰的内容 同一天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证实 美国最近几周秘密向乌克兰 运送了远程导弹 用于打击俄罗斯 乌克兰已经两次使用了这些导弹 在几个月 总统领导了他的团队 为乌克兰 与美国有大量的砍弃 美国是军援乌克兰的第一大金主 西方媒体计算 加上外援法案中的608.4亿美元 美国向俄乌冲突的投资 高达1700亿美元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22日表示 美国新一揽子对乌援助 不会改变战场形势 但会导致乌克兰人死亡人数增加 不仅如此 大部分美方声称拨付的资金将以某种方式留在美国本土 美国将通过为乌克兰提供援助而获得额外红利 因此变得更加富有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就在美国持续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和政治支持之际 美国多地的高校连日来爆发了反战示威 要求加沙地带永久停火 美国停止军事援助以色列 尽管一些美国政客给示威者贴上了反游标签 反战运动仍然呈现出了越演越烈之势 昨天位于洛杉矶的南加州大学校园里 示威者抬着帐篷游行 高呼解放巴勒斯坦的口号 许多警察和示威者发生冲突 一些示威者被摔倒在地 而在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大批警察与亲巴勒斯坦抗议者对峙 防暴警察的介入更令校园紧张局势升级 示威活动组织者表示 他们原本计划走出教室 占领该校的南广场 然而校方称抗议活动没有得到授权 教务长办公室致信活动组织者称 不允许该活动按计划进行 在位于纽约市的哥伦比亚大学 大学生们在校园内搭帐篷露营抗议 帐篷上张贴着各色标语海报 呼吁袈裟停火 由于校方官员和抗议者努力达成妥协 避免了学生和警察之间的冲突 但局势依然紧张 连日来包括哈佛耶鲁哥大等 数所知名高等学府在内 全美多地大学校园爆发示威 至今已有数百人被捕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 将这些学生称为反犹太主义暴徒 并表示必须做更多的工作 来阻止在全美校园蔓延的 新巴勒斯坦抗议活动 本轮八亿冲突延宕至今 在加沙地带酿成严重人道主义危机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统计 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3.4万人死亡 其中三分之二为妇女儿童 另有超过7万人受伤 上百万人流离失所 与此同时 美国持续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和政治支持 这进一步点燃示威者的怒火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以色列国防军24号发表声明称 以军当天轰炸了黎巴嫩南部 约40处隶属于黎巴嫩真主党的目标 声明说 以军战机和炮兵部队 袭击了离南部艾塔沙布地区 约40个真主党目标 包括仓库 武器库 以及黎巴嫩真主党 在这一地区使用的其他设施 以军称黎巴嫩真主党 在该地区部署多处设施 用于向以色列发动袭击 同一天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表示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以军已打死黎巴嫩南部 半数真主党指挥官 另一半仍在躲藏 接下来一段时期 是决定性的行动期 对此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暂无回应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据俄罗斯媒体24号的报道 俄罗斯西部的斯摩勒斯克地区 燃料和能源设施 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袭击 发生了火灾 对此乌克兰方面尚未发表回应 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报道 斯摩勒斯克地区官员表示 由于遭到疑似乌克兰武装部队 无人机袭击 斯摩勒斯克地区的燃料 和能源综合设施发生火灾 俄罗斯防空部队正在打击公众目标 目前紧急警况部工作人员 正在处理现场 近期俄乌双方持续打击对方能源设施 本月早些时候 乌方使用数十架无人机 对俄境内比尔哥罗德州 布良斯克州 库尔斯克州 莫斯科州等多个州发动空袭 多处能源设施遭袭后期货 上月俄军对乌克兰能源设施 发动冲突升级以来最大规模袭击 动用数十架攻击型无人机 和数十枚各型导弹 乌东部 南部 西部多个州 和城市的能源设施 遭到严重破坏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日本非盈利组织代表 昨天向日本政府递交了 超过18万民众的签名 呼吁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 立即停止向海洋排放 辅导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染水 发起方之一禁止原子弹轻弹 日本国民会议事务局长古雅智 在24号递交签名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排放核污染水对环境的影响 会持续数十年 正确的做法是 首先停止向海洋排放 日本众议院议员山崎成 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说 东京电力公司的多核素处理系统 发生过多次事故 包括工作人员清洗管道过程中 被肺液溅到 排气口有含放射性物质的水泄漏等 他认为 目前相关管理体制和推进的方法 存在很大问题 应该先停下 并再次仔细调查 核污染水持续排海 对环境和渔业的影响等问题 东京电力公司本月19号 开始第五次向海洋排放 辅导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染水 此次排放预计将持续至5月7号 共排放约7800吨核污染水 24号上午 核电站内停电 导致排放一度中断 停电原因可能是 核电站内的挖掘作业 损伤电源线 在停电同一时间段 从事挖掘作业的一名合作企业的员工 因烧伤被紧急送往医院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日本全日空的一架波音七八机客机 在北海道降落时机翼冒烟 机上的200多人安然无恙 据日本媒体报道 当时科机是载有204名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 昨天下午由东京雨田机场起飞 在新千岁机场降落时机翼冒烟 引擎关闭之后不再冒烟 全日空表示 可能是飞机的油压系统故障 慎重起见地一度将飞机停在了跑道上 而其他的飞机要依靠另一条跑道起降 当地时间23号德国汉沙航空的一架波音747-8型客机 在美国洛杉矶国际机场降落时也上演了惊险的一幕 那画面显示呢 客机是第一次尝试着陆的时候 触地以后竟然出现了弹跳 飞行员随即拉升复飞 此后客机第二次尝试着陆成功 那这一过程恰好被社交媒体对洛杉矶国际机场的直播记录了下来 据了解当时的客机降落的时候呢 疑似是遭遇到瞬间的风切变 所幸机上乘客安然无恙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 稍后您将看到 全国首个外港海域全装备是码头即将竣工 助力上海加快发展农业新制生产力 上海警方严厉打击各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去年以来累计侦破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1700多起 欢迎大家在7点38分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 各位早上好 我是子龙 各位早上好 我是尹红 我们继续回到新闻当中 位于恒沙岛东侧的恒沙新州上海现代农业产业园 作用10万亩粮田 是上海加快发展农业新制生产力的重要区域 作为园区建设和物流畅通的重要交通枢纽 园区内正在兴建的配套货运码头 目前已经进入到了收尾阶段 这也是全国首个外港海域的全装配饰码头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恒沙新州上海现代农业产业园配套货运码头的项目施工现场 这也是全国首个外港海域的全装配饰码头 可以看到目前整个项目的主体结构已经完成 码头附属物的安装正紧锣密鼓的开展中 在恒沙新州的北侧 这座L型码头已出具雏形 从去年9月底开工到现在 受寒潮大雾等因素的影响 有效施工工期只有短短4个月 为了提升作业效率 项目采用了大构建预制高装配率的施工工艺 通过这种全装卫士的工艺能够加快我们码头项目的建设 另外对整个所在海域的生态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小 计划在4月底整个码头项目全部完工 去年正式投入运营的恒沙新州上海现代农业产业园 是上海正在聚力打造的农业科技高地 配套货运码头建成后 共设有5个3000吨级博位 年设计最大通过能力可达786万吨 将成为园区对外的交通大动脉 这个码头对整个恒沙新州的开发的话 它正好是一个烟河部会 为它的多样性的运输通道是奠定了一些基础 上游如果说有需要的话 我们可以承担一些 我们在富裕之外的一些运输的能力 可以起到一个水水中转的功能 记者洪焕泉报道 根据国家统计数据显示 2023年国内出生人口为902万 相比2022年的956万 减少了54万 连续7年下降 在生育率出现了负增长之前 上海的产科已经是基于育林结构调整 疾病谱转变和群众对生育的舒适性的高要求 进行了多年的转型 本月末上海市卫健委批复建设的 全市最大规模的产科重症医学中心 将建设完成落户一妇婴 上海各大医院抓好产科质量 努力成为了全国的标杆 守护好每一位产妇和新生宝宝的安全 义父因分娩势力 助产师顾倩在四小时里连续接生了两个宝宝 而在宝宝出生后 顾倩依旧需要继续关注妈妈的状况 为她按摩子宫 免除胎盘 缝合伤口等等 中国人对龙年生肖的喜爱 在今年确实带动了一波生育潮 有数据显示 一季度全市产科分娩量出现增长 建卡量也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0%多 但在专家看来 这只能认为是阶段性回暖 从长期来看 由于育龄妇女人数减少 养育成本高等原因 全球出生人口都出现了下降趋势 而这也使得部分地区的产科服务 出现了过剩现象 此前也有媒体报道 有个别地方甚至有产科出现了关停 其实产科光调说老实话 你光光容易 你再开起来很难很难 因为它需要一个团队的 不像有一些科室 它只有一两个人就能把科开起来 产科不是 所以其实看到外地有些医院 光调其实蛮心痛的 而上海的情况是 有数据显示 目前女性的平均初育年龄 已经超过了31岁 而理论上的最佳生育年龄是24至29岁 越来越多的晚孕 其实对产科医护们来说 工作反而要求更高了 我是高龄产妇 小朋友是那种同卵的双胞胎 相对还是比较危险的 但是在张力医生的这种精心的照顾下 小朋友很顺利 出生的话两个都是在五斤多 高龄或者妊娠合并症 并发症的孕妇都属于风险人群 上海市红房子医院最新统计显示 35岁以上高龄孕妇 在建卡数量中占到28%至30% 专家门诊中 超过40岁的高龄孕妇比例达到了40% 而今年以来 红房子医院建卡产妇中 属于风险人群的高达92% 创了历史新高 要确保这些高龄产妇 能够安度孕期顺利生产 这就对产科的专业性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那么如果它有高温因素 在整个的孕期呢 我们也会对它加强 包括血压体重尿蛋白 这些指标的一个监测 我们也会进行一个规范化的评估 除了提升专业性外 做强产后服务 同时提升产妇的医疗舒适度 也是目前生成产科 正在发力的方向 不过业内专家也指出 目前根据国家要求 对于各医院产科的相关考核 还是以手术难度 或微创手术率来衡量 但这与产科的实际情况 是相悖的 产科做得好不好 其实应该看的是 产妇的产前管理是否到位 顺产率高 手术率低才是真的好 业内人士也呼吁 这些相关政策和考核标准 是否能够合理优化 这样才能鼓励产科的医护们 不断提升专业性 并做好延伸服务 实现产科高质量发展 希望像这种产科 这种学科能做一些倾斜 像各种人才计划等等 第二个在考核体系方面 比如有些指标 显而一切是不适合产科的 比如像我们像微创手术等等 因为产科没法做微创手术 我相信国家 肯定也会做一些考量 近年来 上海警方紧密地联动 市场监管 知识产权等行政监管部门 严厉打击各类侵犯 知识产权犯罪 在近年的世界知识产权日来临前夕 上海警方通报了 两起制假售假典型案例 涉及潮牌玩偶 潮牌玩偶受到年轻人群追捧 这也引来了制售假犯罪团伙 有权利人公司近期向警方反映 有两家没有授权的网店 通过多个直播间 在网上售卖 这一公司旗下的潮牌玩偶摆件 疑似售假 我让你们今天 便宜有好货带走我们80公分的存钱逛男朋友 这些店铺潮玩的售价只有正规授权店的五分之一 民警采样购买中发现 部分玩偶摆件存在质量问题 经鉴定都是假货 假货它是用这个手工涂绘的 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边缘界限都是比较模糊 然后像真货的话 你可以看它的边缘界限都是非常的清晰的 根据售假网店信息 警方迅速锁定了位于广东的吴某等八名犯罪嫌疑人 在当地警方协助下 查获各类假冒伪猎猿玩偶摆件3600多件 涉案金额达280多万元 吴某等使人使用的油漆部分重金属时含量超标 用这些油漆喷涂的玩偶长期摆放在家中 无疑会对居住者的身体造成严重的损害 目前八名犯罪嫌疑人已因涉嫌侵犯著作权罪 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此外警方还通报了一起 某网店大量低价销售仿冒品牌产品 大豆纤维背的侵权案件 警方查获假冒品牌家访包装袋100多个 品牌标识500多个 涉案的五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抓获 去年以来 上海警方严厉打击各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累计侦破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1700多起 东方卫视记者毛红仁上海报道 好来关注我国的脑机接口的最新研究成果 浙江大学脑机接口临床转化研究团队宣布 首次成功实现了侵入式脑机接口脑控机械臂书写汉字 患者通过意念操控机械臂 成功的在白板上写下了汉字 因为疾病丧失了语言和行动能力的患者 将会有机会重新和外界相连 研究团队发布的视频显示 这位患者头部安插了两条电极 一旁的机械臂正在书写脑机接口四个大字 如何实现应验书写 浙江大学脑机接口临床转化研究团队发布了脑控汉字书写的具体工作原理 患者想象正常书写的过程通过运动区的神经元活动反映出来 神经信号经过捕捉解析后被传导到机械臂上进行书写 不同于英文26个字母的组合结构 用脑机接口实现中文书写难度更大 通过志愿者的配合 目前科研团队已采集了约400个中文汉字 开发出汉字书写轨迹解码新技术 志愿者就是想象他手里拿着一个笔在黑板上去写 我们通过实时的去采集他的脑信号 实时的去解析这个脑信号包含了整个的书写意图 把他的书写轨迹通过一个机械臂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从现在就是我们这块白板上 在过往研究中通过意念操控 高位结碳患者通过脑机接口实现了与人握手进食 甚至是打麻将 此次书写汉字的研究成果将帮助那些 因疾病丧失语言和行动能力的人 有机会重新与外界相连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好有关于长三角区域的更多消息 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长三角铁路2024年五一假期运输方案出台 此次假期运输期限自4月29日起至5月6日至即8天 期间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700万人资以上 日均发送旅客340万人资以上 会为日均客流最高的一次节驾式运输 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发布预警 预计今年夏季太湖流域可能出现较重迅情 截至昨天太湖流域片东南珠河大部分地区将已较常年偏多2至5成 据预测今年汛期太湖流域片降水呈现北多南少的分布特征 台风影响明显高温日数多 第32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颁奖晚会 明天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 提名奖获奖演员共40人 其中主角奖20人配角奖10人 新人主角奖5人新人配角奖5人 明晚各奖项名单将揭晓 今天至27号苏州将首次举办全球招商大会 向全球投资者和创业者伸出橄榄枝 目前苏州已引进超1.8万家外资企业落户 累计实际使用外资超1600亿美元 规模位居江苏省首位 全国前列 镇阳气度AI系统正式上线 为全国首创 AI系统能够兼容轿车 客户车等多种车型 气度根据系统统计出的人数和车数 实施调整车客渡船的航次计划 镇阳气度作为江苏省道S243的越江枢纽 每天渡运车辆近万两次 是长江沿线车流量和客流量最大的公路汽车渡口 一季度浙江省内杭州 宁波 温州 义乌四大空港口岸 近出境货物吨土量7.64万吨 同比增长60.3% 杭州空港除了增加全货机国际航线至25条外 还在四成以上客源航线中 开通跨境电商货物负仓载货业务 近出境货运量显著上升 好 下面有请江波为我们带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 江波 好的 接下来一起进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 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 题目叫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 文章说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既要有正确的立场思想和战略 也要有正确的策略和方法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 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这是金融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宝贵经验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传承 这是全面把握和统筹两个大局的现实需要 准确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科学内涵 稳是大局和基础 该稳的要稳住 进是方向和动力 该进的要进取 稳和进辩证统一 需要一体把握 不稳难有进 有进才有稳 要统筹坚固 稳和进 以稳求进 以进不稳 好接下来看一下新华每日电讯的这篇文章 题目火爆的奥运订单绕不开的中国制造 文章说随着巴黎奥运会的临近 中国义乌再度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我们看到像以往卡塔尔世界杯成都大运会 杭州亚运会 巴黎奥运会 一次次重大的赛事 义乌为什么总是能够抓住商机赢得市场的青睐呢 文章对此是这样评论说的 首先是品类之多 只有想不到没有买不到 这是义乌吸引全球客商的魅力所在 其次就是产品之新 每周都有几款新产品上架 自主品牌占比日益增加 高端产品附加值不断的提升 再有就是链条之权 智忧价美高效创新的义乌小商品的背后 链接着全国二十多个产业集群 二百一十万家中小微企业 就像网友说的那样 不管哪里举办奥运会 报单的那都是义乌 透过义乌这扇窗 世界不仅看到了中国制造业规模稳居世界第一的硬实力 也看到了中国发展强劲的内生动力 韧性潜力 以及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带来的广阔新机遇 好来看一下光明日报的这篇文章 南下北上的双向奔赴是融合发展的生动写照 文章说香港和内地之间的跨境消费 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是过往的大多都是内地旅客南下香港去扫货打卡 而从去年以来 港人北上休闲消费建成趋势 除了深圳广州等临近城市 港人的足迹已经来到了像长沙杭州福州等更远的城市 南下北上的双向奔赴是香港和内地融合发展的生动写照 文章对此评论说了 港人北上休闲消费体现了以深圳广州为代表的内地城市 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 自由价廉的服务和产品为港人拓展了生活空间 降低了消费成本 提升了生活品质 也得到了港人的积极评价 香港和内地双向奔赴不是一时的现象 这一趋势正在不断的发展扩大 香港和内地的双向奔赴将进一步推动两地交流合作 共同促进繁荣发展 两地还可以携手出海通过坐宽香港和海外的外环通路 为打通香港和内地的内环通路创造更加的外部环境 共同谱写双向颁复的新篇章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经济日报的这篇文章 辩证的来看待当前粮食价格的下降 文章说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相关数据显示了 今年一季度小麦价格下降了2.8% 豆骨价格上涨3.5% 玉米价格下降11.9% 大豆价格下降4.1% 鼠类价格下降了11.5% 总体来说多种粮食作卧价格都在下降 文章的评论说了 粮食价格下降虽然对降低消费者生活成本 和一些企业的经营成本是有利的 但是对增加农民收入却不利 影响种粮积极性 还可能给全年粮食文产保供带来不利的影响 粮食是特殊商品 一头连着消费者 一头连着农民 粮食价格过高或过低都会影响粮食的安全 所以必须持续做好粮食的保供稳价 确保粮食价格在合理区间运行 牢牢守住 古建商农和米贵商民的两条底线 防止粮食价格大幅波动 影响了农民的种粮收入 影响人民群众的生活物价稳定 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局 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澎湃新闻的这篇文章 规范社会事务进校园让教师安心教学 文章说近日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印发了通知 对开展规范社会事务进校园 为中小学教师减负专项整治工作做出了部署 也就是为了真正给广大教师撑腰 让他们有底气对不合理的非教学任务说不 文章是对此这样评论的 说其实教育领域的形式主义 不只是社会事务进校园 不管是越来越远的各类竞赛评比 还是越来越多的突击检查各类会议 最终都会落到本就十分繁忙的一线教师的身上 这些任务单独拆开来看似乎好像都有必要性 但是叠加到了一起 就有可能会让老师们感到难以招架身心俱疲 整治形式主义规范社会事务进校园 不只是教育部门的事 也需要相关部门的配合支持 比方说哪些事务能进 哪些不能进 尤其需要统筹和协调 而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 就包括了协调解决教育工作的重大问题 好的 这时段报点下内容就了些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主播 好的 感谢江波 看东方正在直播 稍后为你带来 神州18号载人飞船 瞄准今晚8点59分发射 三名航天员均为80后 五一假期将至 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第三方平台大数据显示 五一期间国内机票的预定量 已经超过了去年同期 中国气氧局预测 今年汛期极端气候事件总体偏多 今明两天 广东将再次出现强降雨天气过程 美国菲律宾启动史上最大规模 肩并肩联合演习 此次军演将在南海海域举行多边海上演习 环球数评予关注 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早晨八点钟 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 收看正在直播的晨间新闻节目 看东方 各位早上好 我是子龙 各位早上好 我是尹鸿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 上海今天上午多云 下午转因局部地区有短时的阵雨 今天夜里有时候阵雨或雷雨 明天应有短时小雨 转阴到多云 今天最高温度24度 明天最低温度15度 新闻继续 我们进入晨间热点 中国载燃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宣布 神舟18号载燃飞船 今晚8点59分出征 神舟18号载燃飞行任务 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三次载燃飞行任务 也是载燃航天工程第32次飞行任务 此次任务主要是与神舟17号乘组完成载轨转 在空间站驻留约6个月 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时试验 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 舱外载荷和舱外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还将开展科普教育和工艺活动 以及空间搭载试验等 在轨驻留期间 神舟18号航天员乘组 将迎来天舟8号货运飞船 和神舟19号载燃飞船的来访 计划于今年10月下旬返回东风着陆场 而驻留天宫近半年的神舟17号乘组 在与神舟18号乘组完成载轨转换任务后 计划于本月30日返回东风着陆场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介绍说 目前我国第4批预备航天员的选拔工作 已经基本完成 第4批航天员入队以后 将和现役航天员一起实施空间站后续任务 而我国的载人月球探测工程 登月阶段任务呢 总体目标是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登陆月球 目前各系统正按计划开展研制建设 长征10号运载火箭 孟州载人飞船 揽月月面着陆器 登月服等主要的飞行产品 均已经完成了方案研制工作 目前正在全面开展出样产品生产和各项试验 而飞船着陆器已经基本完成了热力试验产品研制 火箭正在开展各型发动机 地面试车 文昌载人月球探测发射场的建设呢 也已经全面启动实施 正向全社会公开征集 载人月球车 月面载荷方案将会进行竞争择优 神州18号航天员是昨天正式亮相的 包括一名第二批航天员和两名第三批航天员 三人均为80后 分别是叶光复 李聪和李广苏 叶光复担任指令长 为了共同完成好神州18号载人飞行任务 城组的三名航天员是一起训练 建立起了良好的默契度和信任感 他们对共同完成这次飞行任务充满了信心 指令长叶光复即将迎来自己的第二个半年期的太空出差 这次与他共同执行任务的是两名空间站的新成员 聪明 思维敏捷是指令长叶光复对李聪的评价 人如其名 聪明 学习理解能力他确实也非常强 另外他的操作 动手能力也是非常好的 另外他的个性特点是比较活泼 经常在训练中听到他的欢声笑语 是一个这样的人 叶光复认为性格互补是这个城组配合默契的先天优势 李广苏是相对来说他思维比较缜密 比较爱专严 他做事情非常精心 细致 扎扎实实的 他的性格也是偏沉稳那种 而在李聪和李广苏行里 指令长叶光复不仅是老大哥 更是团队的主心骨 动摇我感觉非常的平易近人 没有什么架子 比较好沟通 但他要求比较严 他做事比较利索 我觉得动摇的特点 飞行经验比较丰富 而且他对整个全局的把握很精准 很心细 很聪明 也是一个性格特别随和的老大哥 神州18号城组三个人都是80后 又都是战斗机飞行员出身 城组选定后 在一起训练的时间虽然还不到一年 但聊到城组配合程度 三名航天员不约而同的说出了一个词 就是丝滑 产生很多共鸣 能够经常想到一块 看到一块 并动到一块 如果说用一个词来形容我们这个组的整个配合情况 我想用两个字 丝滑 这两个字形容我觉得非常贴切 动摇有时候都不用过多的去说太多话 一个眼神 然后我会动三我就知道 动摇想表达什么 我俩就上去了 然后我们俩就是交流的时候 一句话就可以把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东西就可以讲出明白了 我们指令长也说了 我们到天上干活 我们不光要把活干好 我们还要非常丝滑的把活干好 我理解的丝滑就是 不光要把活干好 还要开开心心的把活干好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下神舟18号飞行程组的指令长叶光复 他是我国第二批航天员 经过11年的不懈奋斗 于2021年搭乘神舟13号载人飞船进驻中国空间站 实现了自己的首次飞天梦想 时隔两年 叶光复作为指令长带领两名年轻的队员再次逐梦苍穹 第一次圆梦太空 叶光复载轨逐六个月 载轨期间 他和翟志刚 王亚平一起完成了两次出舱任务 和两次天宫课堂授课任务 还开展了手控摇操作交汇对接 机械臂辅助舱段转位等多项科学技术实验 载轨183天 神诗三成组创造了当时中国航天员单次任务载轨逐流时间最长的记录 叶光复返回地球之后 经过半年的恢复疗养 他的肌肉力量 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到飞行前水平 随后转入正常的训练 经过评定 神舟18号飞行成组由航天员叶光复 李聪和李广苏组成 叶光复担任指令长 从两年前一舱三船到如今重返太空家园的三舱三船构型 从洞三航天员到担任指令长 叶光复坦言 岗位的变化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和使命 不是说随着任务的常态化 我们感觉任务很轻松 其实反而来说对我们要求更高 挑战更大 尤其是要应对一些什么呢 应对一些可能会出现这个预案与外的一些问题 故障 上天员的出舱活动将重点安装舱外设施设备的防护装置 为此 叶光复和两位队员在中性福利水槽进行了大量的训练 那么这次我们上去出舱就是要利用不少于两次出舱 对我们可能存在被撞击的高风险去进行防护 这次我们需要防护的位置还特别多 防护装备还需要安装的位置啊 它都不一样 设计的方案也不一样 安装的工位也很有特点 能不能很好地装好做好防护作用 对我们仓外作业还是有很大的考验 叶光复首次飞天用了11年 这次重返太空家园仅仅用了两年 飞行前 他在自己朋友圈写下 奋斗实现梦想 拼搏时刻再现 半年的太空出差即将开启 重整行装再出发 叶光复肘肘满志 信心满满 虽然说这个新任务有新挑战 新考验 而且又是作为指令长带着两位新成员去执行任务 有考验 有挑战 但是我和我的称主 还有我和整个地面团队一起 我们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对这个任务信心满满 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另外在神舟18号的飞行程组当中 我们还看到了李聪和李广苏这两个新面孔 他们两个也是我国第三批航天员 其中1989年出生的李聪 被本次任务的指令长叶光复评价为 思维敏捷 性格活泼 理解能力强 动手能力强 三年来 李聪完成了从战斗机的飞行员 到航天员的转变 他也期待着未来六个月的太空飞行能够完美呈现 今年35岁的李聪出生在河北邯郸 成长为航天员之前 他是一名空军战斗机飞行员 其实我最初儿时的梦想是当一名歌唱家 在高三的时候 因为当时自己也比较喜欢爱动 体育方面也是有一定的特长 好多人就说你这种性格适合去当飞行员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飞行员这三个字 带着对蓝天的向往 经过层层选拔 2009年 李聪进入空军航空大学 成为一名飞行学员 第一次飞上蓝天的经历 至今让他记忆深刻 第一次飞行 上去之后我就不太适应 就感觉整个人头昏 脑胀 想吐 经过一晚上的辗转反侧 然后我就想起了最初报告飞行员的一个 这种坚毅的信心 然后毅然决然地就决定第二天再飞一次 结果第二天飞上去以后 头一天的所有不适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我就感觉飞得就是那种 在天空中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还是比较好的 经过反复自我挑战和磨砺 李聪成长为一名驾驶战机的空军飞行员 2018年 李聪在参加航天员选拔的现场 和聂海胜拍了一张合影 这时李聪真切感受到航天梦越来越清晰可见 经过初选 复选和定选层层选拔 2020年9月 李聪入选我国第三批航天员 经过三年的不懈努力 李聪即将问鼎苍穹 对于自己的首次太空旅程 李聪满怀期待和信心 期待的这种太空失众带来的那种美妙的感觉 这次可以身临其境的去感受一下 我们太空家园到底建的怎么样 然后其实最期待的就是 如何把我们这六个月飞行安全的顺利的 零差错 零失误的去完成 其实也是一个期待 但是也是一项挑战 也是目标 这次神舟18号飞行乘组当中 另一个新面孔就是航天员李广苏 他也是第三批18位航天员里面 唯一的文科生 经过三年多的刻苦训练 李广苏已经完成了 从战斗机飞行员到航天驾驶员的转变 严谨细致沉稳是李广苏最大的特质 今年36岁的李广苏 1987年出生在江苏沛县 2005年 对于正在读高中的李广苏来说 能够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 驾驶战鹰翔蜂蓝天保卫祖国 是他曾经的梦想 经过严格选拔 李广苏被空军航空大学录取 加入到飞行学员的队伍 之前我飞的是国产的三代半飞机 我执行了很多任务 我觉得那些都是我人生中的宝贵财富 2018年5月 我国启动第三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 这个消息对于符合各项选拔条件的李广苏来说 充满了兴奋和挑战 2020年9月 经过层层选拔 李广苏从众多报名参选的飞行员中脱颖而出 成为我国第三批航天员中的一员 按照航天员训练大纲 第三批航天员开展了八大类百遇项的训练 从身体到意志的磨练 从耐力到专业知识的提升 这些都是成为航天员的必经之路 李广苏完成了系统的学习和训练 与叶光复李聪一起 入选神舟18号成组 神舟18号载人飞行任务 是空间站应用于发展阶段的 第三次载人飞行任务 任务期间将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 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等 对于李广苏来说 从守卫祖国领空到探索浩瀚太空 为国出征的步伐同样坚定 我也曾经是一个飞行员 我也有着11年的飞行生涯 祖国的天空也曾经有我的足迹 祖国的很多的角落 也有我奋斗过的足迹 但是不管飞行员也好 航天员也罢 都是在不同的岗位上 三位国家做贡献 也很期待 看一看脱离大气层以后的星空 到底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 出舱的时候肯定更期待了 应该会有一种天高热鸟飞的感觉吧 视野应该会非常开阔 然后在舱外跟着空间站一起迎接日出日落 然后看着我们脚下的地球 一圈一圈地转动 我觉得应该会是一幅非常美妙的场景 深州18号乘组的三名航天员 将在中国空间站驻留约六个月的时间 空间站就是航天员在太空的家 那这一次三名航天员会携带哪些物品前往空间站呢 这是2022年2月 航天员夜光复在中国空间站演奏月光下的凤伟竹的名场面 时隔两年多 夜光复再次飞天 这次他将会带另外一种乐器前往空间站 一个小的乐器可能不大 只有发展这么大 到时候我也想利用一些业余时间 在比较闲暇的时候呢 拿来一块练一练 学一学 在陶冶之宜呢 也算是自我放松一下吧 还有家人和孩子们一起做的画 还有用女解牙的一些小玩偶 首次上太空 航天员李聪和航天员李广苏的背囊里 装满了对家人的思念 我带了一些家庭的照片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 我妻子为我准备了两个小礼物 用两个女儿的胎毛 做了一个手工制品 具体是什么样子呢 我还没有看到过 所以说这只能到进入太空以后 然后把这个快递拆下来 才能一堵真容 携带了两个毛绒玩具 这两个毛绒玩具 伴随着孩子出生以后 到上幼儿园 整个的成长经历 在轨期间 神舟18号成组 将继续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 科普教育等重要活动 相信有了这些物品的陪伴 能够很好地缓解他们的思乡之情 让他们更好地投入到工作当中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假期出行 五一假期将至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第三方平台的大数据显示 五一期间国内机票的预定量 已经超过了去年同期 全国多地文旅部门出台旅游优惠措施 新游客前来游玩打卡 海南将在5月1日 启动机票机门票旅游消费券发放活动 计划针对省内21家景区 发放2000万元消费券 同时发动岛内1万家景区 酒店餐饮等生活服务 全品类商户 共同开展万店起打折活动 为进一步便利外籍人士游览海南 当地还推出境外游客便捷小额支付服务 不需要下载它 三家下载了以后 外国人只拥有它的手机 在支付的时候 靠近三家的手机 它通过智能的感测 然后就可以在外国游客的 自己的外国的卡上可以下单 实现消费支付 在福建厦门 五一期间将举办精品剧目演出 音乐会 街头文化展演等一系列文旅活动 此外 假日期间 厦门大学思明校区 每天参观名额增加到1万5千人 住宿在鼓浪域上的游客 在岛期间 可经轮渡公司所有码头进出鼓浪域 交通部门也将采取增开加密公交线路 对全市道路临时停车位 实行分区域分时段免费停放等措施 优化游客的出行体验 在江西南昌 五一驾七将推出一篇腾王阁续走遍南昌活动 游客在腾王阁成功被续领取通关门碟 即可享受腾王阁凤凰沟怪石领 免门票等十余项优惠 此外还面向现役退役军人群体 推出旅游免费政策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月23号晚 东北地区首烫冷藏集装枪中欧班列 载着230吨冷冻肌肉 从沈阳集界中心驶出 在运行8000多公里之后 预计将于5月7号抵达目的地莫斯科展 本趟中欧班列使用插电式冷藏集装箱进行冷链运输 可人工设置恒定温度 全程保持在零下18摄氏度 为冷冻食物 新鲜蔬果等多种冷鲜食品出口 创造了良好的运输条件 进一步扩大了出口品类 为确保首烫冷藏集装箱中欧班列顺利开行 相关部门购置安装了冷藏集装箱专用插座屏 并对工件设备进行改造 设置专门区域 可满足16组冷藏集装箱同时充电 同时还在厂站综合管理系统中 增设冷藏集装箱区管理模块 同步提高数字化管理标准 今年以来我们根据市场的发展变化 和客户的运输需求 主动对接企业客户 了解外贸出口需求 不断增加相关设置设备投入 持续推出中欧巴列新产品 为辽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注入强劲动能 铁路部门还对挑选优质车辆 始发作业和途经作业 三个关键环节加强卡控 保障该趟中欧班列运行安全平稳 全力打造东北亚开放合作枢纽地 推动中欧班列高质量开行 跃上全新台阶 东方卫视记者任兵员孟磊 辽宁报道 看东方正在直播 稍后您将看到 台湾花莲4月22号以来 接连出现强鱼震 4G以上46次最高6.3级 灾区出现了强降雨 山区民众紧急撤离 中央向台预计 江南华南雨势再度增强 今天为最强时段 中江流域近期 或将会发生三个编号洪水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 今天2点11分 在台湾花莲县海域北纬23.95度 东京122.31度发生5.0级地震 震源深度10公里 自4月22号以来 花莲接连出现了强鱼震 多处受灾 自4月22号以来 花莲接连出现强鱼震 其中4级以上46次 6.0级以上3次 最大鱼震为4月23日2026分 发生的6.3级 现象部门持续发布大鱼特报 这两天有封面云系通过 有短时强降雨 宜兰花莲等山区局部 有大道暴雨 昨天花莲县秀林乡 与南投县仁爱乡交界24小时 累据雨量达100.5毫米 目前秀林乡大小地震不断 雨势持续 考量山区可能会有 泥石流等情况发生 当地政府持续针对山区居民 强制撤村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华南的汛情 进入到汛期之后 我国南方地区 是多次出现了强降雨过程 今年的防洪压力备受关注 中国气象局 昨天举行发布会表示 今年汛期 我国气候状况总体偏差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 烙重于汗 东部季风区降水总体偏多 考虑区域性和阶段性的 洪涝灾害会比较的明显 专家分析 今年进入汛期之后 总体的水汽条件依然会比较好 南方地区的长江中下游 淮河流域 太湖流域降水 都会较常年同期明显的偏多 而北方的松花江流域 黄河流域中下游降水也偏多 建议提前做好防汛准备工作 关于我国南方地区的降雨 中国气象局介绍说 2024年4月以来 华南地区降水较常年同期 偏多了一倍以上 为1961年以来的历史第二多 24号到26号 南方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降水过程 今年华南地区的降水与厄尔尼诺存在明显关系 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在全球变暖背景下 江南华南等地的气温较常年同期明显偏高 气温升高会增加大气含水量 也会增强对流的强度 导致强降水事件偏多 另外4月以来 西太平洋孵热带高压持续偏强 输送到中国南方地区的水汽极为充沛 同时配合青藏高原和华南地区的环流异常 形成了多次强降水过程 据研判 从现在到4月底 广东依然处在降雨频繁的周期 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形势和过去几天相比 没有太大调整 降雨持续时间相对较长 本轮强降雨过程与4月份 广东的两次强降雨有一定相似性 降雨落区会有一定重叠 主要影响区域依然是广东北部和珠江三角洲地区 气象部门提醒 本轮强降水过程仍有一定治灾性 可能造成洪水、山洪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上一轮的强降雨过程当中 韶关市的江湾镇受到洪水的影响 一度成为了孤岛 经过各方的全力抢险救援 目前进入江湾镇的通道已经全面打通 前期六个失联的村庄都已经取得了联系 在这轮暴雨中受灾严重的广东韶关江湾镇 目前电力供水通讯正逐步恢复 水厂现在已经通水了 但是我们的一些消毒片的药剂那些还要进来 下一个工作就是全面恢复水厂供水 然后修复管道 也要恢复居民的生活用水 中央气象台预计 江南、华南等地的雨势将再度加强 最强降雨时段集中在今天 强降雨落区与此前高度重结 为了避免新一轮降水导致次生灾害发生 目前江湾镇正在全面清查转移受灾群众 我们现在有两个转运点会全部都转运出去 使由市委市政府这边统一调派车辆 水利部发布的汛情通报显示 受强降雨影响 珠江流域、北江、寒江 近日可能再次发生编号洪水 东江可能发生首次编号洪水 暴雨区内多条中小河流 可能发生超紧洪水 水利部召开专题会商会议 安排部署洪水防御重点工作 为支持广东、广西、江西三省区防汛救灾工作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 紧急预拨1.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 排除危险等应急处置 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 导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受之前持续的强降雨的影响 连江的水位暴涨 广东清远阳山县城发生了严重的内涝 多个乡镇出现农田房屋受烟等灾情 那如今洪水已经退去了 当地正在加速推进灾后重建 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地处连江沿岸的小江镇 是阳山县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 沙辽村是广东省一村一品残桑专业村 全村八百多亩桑树 有超过一半被磨顶的洪水浸了足足两天 洪水退去后 桑叶陆续枯坏 洪水前村民们正在养殖的这批残即将解减 如今损失已经不可避免 当前一批已经损失了 但是因为我们的双树浸了之下 后续要剪枝 剪枝的话 对二批三批都有受损的 所以我们现在正快就发动这些群众 急着去抢供服产 连日来 阳山县农业部门派出多个应急小组 赶赴各乡镇 指导镇村及种植大户 开展灾后复产工作 农技专家建议 寿进地区要强化环境消毒 灾后迅速排出积水 清扫杂物 合理施肥 及时洗苗扶苗 受灾较重的地方 可以改种玉米苦瓜等生长周期短的作物 以弥补损失 昨天佛山三水峡区内 西江北江干流沿线水位已全面回落 部分滴外滴洼寿进地区陆续开展清理工作 市民逐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今天23号的时候 红水的水位大概来到我脚下的位置 对面的这间厂都有受浸 现在水位逐渐下降 可以见到地面上留下了淤泥杂物 河口桥东街这间酒楼 客厅厨房的淤泥已被冲洗干净 桌子的支撑架已整齐摆放 准备今天恢复正常营业 昨天外出面就浸了一两厘米 换好 就我们的厅入了少许水 但是外面的停车是做不到的 那又怕我们突然间上很多的嘛 那我们就要将那些台灯搬上二楼 那下午就将那些台灯搬完之后 明天可以直接进行营业 佛山气象部门预计 今天至27日 佛山将有新一轮暴雨降水过程 并伴有8级以上大风和强雷电 由于前期出现多轮强降雨 土壤含水量高 地质灾害风险较高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前几天清远连山 持续的强降雨河流水为暴涨 防汛形势严峻 在防汛的关键时期 连山小三江镇的网格园 利用人手地手情况手的优势 成功地排查出了 小三江桥的安全隐患点 及时避免了人员伤亡 4月20日 已遭受多日暴雨的 河水水位不断上升 湍急的洪流漂浮雾等 不断冲击着河堤 正在沿河巡查的 信息员韦统明发现 小三江蓝河坝出现安全隐患 立马上报了网格园莫一平 大概是6点多钟 大概6点40分 我就在旁边那些看 那些有路走出来的 我们看了顺查 然后就发现那里涂空了 意思是看到水土流失 底下的泥和水 全部向底下走 然后我就拍照 拍照就发给我们村支书 那些网格园 网格园莫一平迅速赶到现场 查看确认 并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了 小三江镇政府 熟悉地形的莫一平还想到 万一蓝河坝倒塌 水量将会更加湍急 而不远处还有一座小三江桥 我到了这个位置之后呢 就一看个桥顿 真的已经是涂空落露了出来了 我向汇报的同时呢 就同时圈道的群众啊 就没有下了这条桥 接着没多久呢 领导就过了来了 收到检刑后 当地政府迅速带队干往现场 隔时发现 南河坝发出卫一 南河坝西岸出现他方 小三江桥桥墩落路 经研判分析 小三江镇政府立即安排专人职守 禁止群众通行 同时组织网格员和镇村干部 挨家挨户疏散两岸群众 每家每户这样 我们靠着个同楼这样 去同群众做宣传 同时转移 时间都很紧逼 时间都很紧逼 当晚八点半 当地政府果断封桥 随后扩大范围 陆续转移安置河两岸群众 随着暴雨持续 在封桥一个多小时后 蓝河坝被洪水冲开 当晚11点54分 小三江桥塌方 一河两岸约1400名群众 因为转移及时 安然无恙 截至目前 断桥处已交注矮墙保障安全 河道塌方处也增加了 沙带减少河水冲击 现场可能引发 四生灾害的障碍物 已基本排除 塌桥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上网 广东台报道 另外广东清远连日来 是遭遇到了强降雨 当地通过搭建移动式的防洪墙 提高了防洪效果 移动式防洪墙的优势在于 安装便捷 适用性墙 防护效果好 同时根据地形的不同 防洪墙的高度最高可达三米 在高度范围内 还可以根据水位灵活调整 花了四个小时的时间 就把这一道墙给竖起来了 比起我们以往堆沙包的这样一种方式 是要更快捷 也更省人力 洪水退去以后 我们可以把杂板全部都拆卸下来 放回我们的一个仓库 外面现在都是水 里面是非常安全的 此次投入使用的 长达200米的移动式防洪墙 是爬江续制洪区防洪体系中的一个项目 更是青城区首次引进并实践的防洪新举措 等于就是我们在这个江口 这个片区 它的一个低洼意料点 再加上一道保险杂 寒光镇位于广东清远 英德市的中部 由于地势低洼 又地处北江支流 连江的边上 在前几天的洪水当中 大范围的被淹 然而当地一个身处洪水之中的孤岛医院 却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运作着 时刻等待着接受患者 早上十点 寒光镇内涝水位虽然稍有减退 但寒光镇的其中一个虚症 主干道最深处积水 依然有近两米深 救援人员们接到消息 洪水中 一名小女孩高烧近40度 急需治疗 多方涉水寻找 终于接上了发高烧的孩子 和这名满脸焦虑的母亲 正当我们以为 要将小女孩转移到洪水之外的医院救治时 冲锋挺却意外迎着水流方向 拐进了一家正身处洪水当中的医院 医护人员早已在楼梯口等待 寒光医院是这个拥有5万常住人口的小镇 唯一的二甲医院 当洪水几乎把这里的一楼淹没时 这里还有超过100名住院病人 只是一楼的门诊台 药房 骨科门诊等科室 都挪到了二轮 都是24小时在应急的接诊 全院的医护基本上 能留在这里的都在这里 都在接受岗位 我们都是临时安排了一个 他们的住所店 都是24小时在这边注意 一楼淹了 这里的门诊反而变得更加忙碌 记者在医院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 附近的病患还在陆续地通过冲锋停 输送到这里 这也意味着 这里的住院病患人数还在增加 我们急诊科是最后转移的 因为我们不能断了 我们整体药领的一个支配任务 我们要保证我们才可以随时随地的一个接诊 到最后水已经到了 我们慢到我们的接诊 真的一个脚下 我们才把急诊科全部搬到二楼去 所有的药物早在洪水到来之前 就被挪到了二楼 几张方桌 被仔细分类装框的药物 就成了这家医院临时的药房 在二楼的儿科病房 穿过为了省电而暂时关灯的昏暗走廊 我们再次见到了刚刚冲锋停送过来的 发着高烧的小女孩 吃了药 小女孩的烧很快就退了 当我们的小艇离开医院的时候 正巧遇到一名老人 也被冲锋艇运送到这里 两名护士早已在被淹没了一半的楼梯口等待 回头望过去 这个矗立在洪水中的医院 始终在忙碌着 其他方面 前几天在G69引百高速道真往南川方向 一辆高速行驶的大货车不慎侧翻 货车上改装的动力燃气罐体 受到撞击之后脱落到路边 并且发生了泄漏 同时司机也被变形的车体 压在了驾驶室内无法动态 中午12点03分 一辆高速行驶的大货车 由于雨天道路失滑 车辆瞬间与道路左侧护栏发生碰撞 随后发生侧翻 在滑行了近100米后 倾斜在道路右侧 司机被变形的车体压在驾驶室内 无法脱困 接到报警后 南川区消防救援支队 6辆消防车30名消防员 立即前往现场救援 大货车发生侧翻后 由于受到猛烈撞击 导致车上改装后长1.5米 高近1米的动力燃气罐体 脱落至路边 并发生燃气泄漏 现场20米远 就能闻到刺鼻的燃气味道 根据现场情况 救援人员立即组织人员 首先对泄漏的燃气罐体 进行冲水稀释 防止发生燃爆 同时另一组人员 对被困车内的驾驶员进行营救 两名消防员 钻进变形的驾驶室 利用破拆工具 增大对被困司机的活动空间 经过近30分钟的紧张处置 被困司机被成功救出 随后司机被移交给现场 医护人员进一步处理 由于救援及时 司机并无生命危险 目前事故后续情况 还在进一步处理中 4月22号 西安迎来了一场 突如其来的短时雷雨 很多的市民措手不及 在暴雨当中逆行的交警 帮助群众打捞遗失的财务 引导救护车通行 一幕暖心的画面 让不少的人纷纷点赞 在西安市长安区围区老街 仅15分钟 暴雨让这里水流成河 积水几乎没过膝盖 正在雨中忙碌的交警 李坤坤忽然发现一辆120救护车 被堵在了这里 情急之下 两名交警躺着水 为救护车开路 直到晚上7点多 积水逐渐退去 交通恢复正常 但在大雨中 一心而上的交警背影 还是让不少市民感动 我们看到就会觉得很感动 交警都还挺负责任的 给他们点赞 很感谢 很感谢他这些交警叔叔 好 下面有请江波 为我们带来这一时段的 报天下 江波 好的 接下来一起进入 这一时段的报天下 近日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发布了相关通知 要求 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整治自媒体无底线 薄流量专项行动 遏制自媒体摆拍造假风 压缩无底线薄流量行为空间 提升自媒体发布的信息可信度 我们来看一下解放日报 对此是这样评论说的 当流量密码屡试不爽 造假薄眼求救会屡教不改 对此必须要有更加严格的规则 约束各类账号主体 对严重违规失信失德的账号主体必须要给予惩戒 让其付出应有的代价 因此要想从源头上遏制短视频的流量冲动 一方面要加强对各类账号的管理 另一方面则必须将各短视频平台纳入监管 只有压紧压实网站平台信息内容管理的主体责任 切断有害流量吸粉变现的利益链 才能够扩大优质信息内容 触达范围 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据媒体报道 国务院综合检查组近日在海南发现 高达248米的海口市世贸大厦 存在多项安全隐患 其中就包括 数项电缆井没有逐层进行水平防火封堵 基本处于大厂四开的状态 消防控制室主机存在上百个故障点导致联动功能故障 避难层疏散区域被障碍物占用等等 中国青年报对此评论说了 海口市世贸大厦在建造过程当中 命运多舛 一度因为资金链的断裂而烂尾 在引入新资金复建以后得以完工 如今该楼栋明明存在诸多安全隐患 却没有经过验收就对外出租 如此悍然带病运行 又将置公共安全于何地呢 对此我们不禁要问建设单位为何屡屡违规 监督环节缘何层层失守 又是谁给这些乱象开了绿灯呢 近日网传有五百万粉丝的网红博主李某某 在参加北京电影学院表演专业的 一考复试时 因违反考场规则被取消了成绩 学校方面随后证实 包括李某某在内的三名考生在复试时 透露了自己的姓名 违反了考试全程 不得以任何形式 透露个人姓名准考证号码的规定 因此被取消了成绩 新京报评论说 参加考试理应严格遵守考场纪律 无论作弊行为有没有提高分数 只要是违反了规则 就得接受相应的处罚 北京电影学院赵章办事 也再次表明了 在选拔人才的考试当中 所有考生都必须一视同仁对待 没有例外 对此我们再来看 李某某在被取消成绩以后 通过视频致歉 并且还回应了相关的质疑 他说自己没有仔细阅读考生须知 所以在自我介绍的环节 因为过于紧张而爆出了姓名 对于李某某的回应 网友并不买账 还有网友质疑说 这次作弊事件 很可能就是一场事先策划好的炒作 潮信门客户端评论说了 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证明 李某某违规是为了吸引流量的炒作行为 这需要相关部门介入彻查 而任何考试都有其规则和要求 一口作为选拔艺术人才的重要环节 规则的制定旨在保证考试的公平性和严肃性 在处理违规事件的时候 相关部门应在保护个人隐私的前提下 尽可能提供透明的处理流程和结果 以增强公正公众的信任 好 北京顺义老人阮大爷终身未婚 西夏野无子女 2011年在村里的主持之下 这个阮大爷就和同村的一名男子刘某君 签订了赡养协议 约定刘某君给老人养老送终 老人将所有的财产移赠给刘某君 2023年阮大爷因病去世了 留下了五套刚刚分道的安置房 近日顺义法院判决认定 阮大爷留下的这五套安置房的所有权益 应该由照顾老人十多年的刘某君来继承 法院表示说 刘某君十多年赡养孤瓜老人的行为 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对其行为应当要给予积极评价 澎湃新闻的评论说了 刘某君的信义行为配得上这样的褒奖 继承老人财产也是其中之一 这一案例在弘扬新风的同时 其实也给人们一个有意的启示 那就是非亲属之间建立赡养关系 并以财产赠予相支撑 实现了另一种方式的老友所养 是一条具有现实意义的救济路径 好的 这时段爆点下内容就得些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主播 好的 感谢江波 我们就入到今天的环球书评 菲律宾和美国军方 本周启动2024年度 兼并兼联合军事演习 不少菲律宾民众举行了 集会抗议这次军演 一些学者认为 非美的联合军演 威胁地区的安全和稳定 4月22号 超过1.6万名菲律宾和美国士兵 开始在非北部和西部海域 启动兼并兼年度联合军事演习 演习将持续至5月10号 按照菲律宾军方的说法 其中包括5000名飞防人员 和1.1万名美方人员 是历年规模最大的一次 另外 参加军演的 还包括大约150名澳大利亚军事人员 和100名法国海军人员 包括日本 印度在内的14个国家 将派员担任观察员 肩并兼是非美年度常规联合军演 今年的军演科目包括对外防御行动 多边海上演习 网络防御和信息作战 反恐 人道主义援助和灾难应对等 演习地点主要包括 旅宋岛北部 巴拉旺省 巴坦群岛省等 美国为兼并兼军演向菲律宾部署了标准六型导弹 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等 这次军演和多些小的党专业联系统 都重要为我们共同的决定 为我们与我们共同的决定 与我们共同的防御行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军演还将在南海海域举行多边海上演习 这是美飞自1991年兼并兼军演启动以来 首次在菲律宾领海以外的海域举行演习 除非美两国外 法国海军也将首次参与多边海上演习 今年也是菲律宾海岸警卫队首次部署舰船 参与兼并兼演习 菲律宾新闻部等多个非军事部门 也将参与到信息作战等演习当中 此外 美军本月首次在菲律宾旅宋岛部署的 低风中程导弹发射系统也将参与演习 低风系统由洛马公司基于MK41垂直发射系统改装研发 2022年底交付 是美国陆军远程精确火力计划的一部分 主要用于发射战斧巡航导弹 或标准6导弹攻击地面目标 法新社称演习集中在菲律宾的北部和西部海域 这里靠近南海和台海的潜在爆发点 演习内容包括模拟武装夺回巴拉旺省周边的岛屿 击沉一艘敌方舰船 菲律宾武装部队上校洛吉科说 武装部队存在的目的实际上就是为战争做准备 没什么需要掩饰的 路透社将这次非美联合军演称为具有争议性的 英国金融时报称该演习将进一步加剧美非两国与中国的关系紧张 菲律宾亚洲世纪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安娜马林伯格乌一说 域外国家不断搅局南海这种趋势是危险的 在亚太地区搞小圈子的做法可能加剧地区竞争造成地区分裂和域内国家间关系紧张 菲律宾国内也有不少舆论反对强硬的军事对抗 菲律宾众议员阿林布罗萨斯对美非演习表示谴责 他说美国精心策划的肩并肩演习是一场战争预演 并警告称菲律宾正被美国用作它与中国之间地缘政治博弈的棋子 不少菲律宾民众聚集在肩并肩军演开幕式举办地 非武装部队总部外举行集会抗议 他们高喊口号反对美非军演 要求美军离开菲律宾 菲律宾积极配合美国的所谓南海战略 目标有两个 首先是从美国获取战略利益 如果积极配合美国与美国百依百顺 这样菲律宾武器装备更新换代 甚至在其他方面能够得到更多美国的支持和援助 这样美国垃圾装备可以源源不断地向菲律宾输送 菲律宾凭借这些武器装备 包括美国盟国所提供的老旧装备 或许能够进行互加护威 第二是通过中美大国竞争获得战略利益 而且通过美国的所谓军事威慑能力 获得一些相关战略利益 比如允许美国在前沿部署 大规模的攻击性武器装备 地方系统 另外以美国大规模的搞演习 基地数量不断增加 这样他认为 中国在与美国的大国竞争中 有可能处于下风 这个状态下 对菲律宾在南海所谓的非法诉求 有可能会放松一步 菲律宾希望获得中间的战略利益 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官员24号警告说 如果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人道主义状况 得不到缓解 那么这一濒临饥荒的地区 可能在六周之内陷入饥荒 24日由联合国世界银行 欧盟多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组建的 全球应对粮食危机网络发布年度报告 报告指出 加沙深陷全球最严重的粮食危机 齐里表示 加沙地带离饥荒状态正越来越近 能够使加沙地带免于饥荒的唯一途径 是确保足够多的食品物资每天都能运入 联合国援助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批评以色列 对进入加沙的援助物资处处涉陷 一方则予以否认 联合国今年3月发布的一份报告预计 加沙地带北部可能5月前出现饥荒 加沙地带7月前全境陷入饥荒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俄罗斯媒体24号报道 在卡塔尔的斡旋之下 俄总统儿童权力专员利沃瓦·别洛瓦 当天在卡塔尔首都多哈 首次就儿童的送返问题 与乌方举行了线下会谈 同一天乌方否认与俄方 就儿童的送返问题直接接触 利沃瓦·别洛瓦称 在卡塔尔的斡旋下 一年来已有28名乌克兰儿童 和5名俄罗斯儿童与家人团聚 西方媒体有关有1.95万名乌克兰儿童 在俄罗斯的报道是虚假信息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澳大利亚警方昨天在悉尼等地 展开了联合的反恐行动 一共逮捕了7名青少年 另有5人需要协助警方的调查 这次行动于本月的15号 悉尼西南部维克利地区的一座教堂 发生的持刀袭击案有关 24号来自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 和新南威尔士州警察部队的 400多名警察在悉尼多地 参加搜捕行动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副局长 克里希·巴雷特 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联合反恐小组 在调查维克利袭击案的过程中发现 此案凶手与当天被抓人员存在关联 本月15号晚 悉尼维克利地区一座教堂 发生一起持刀袭击事件 造成人员受伤 凶手为一名未成年男性 已被警方拘捕 18号联合反恐小组 指控该男子的袭击为恐怖主义行为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昨天韩国政府重申 将坚决推行医疗改革 保障地方医疗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 正常开展 政府同时对部分医学院教授计划 停诊和辞职表示了遗憾 呼吁医疗界与政府继续对话 韩国政府表示 医疗改革旨在挽救逐渐颓废的地方 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 这与改革刻不容缓 政府将坚决推进医改 让民众随时随地都能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 政府愿意听取医疗界的意见并开展对话 医改多边协商机制 医疗改革特别委员会将在今天召开第一次会议 呼吁医师团体参与进来 与各方共商对策 另据韩联社昨天报道 首尔大学医学院的教授们抱怨称 由于长时间工作导致身心俱疲 将于30号暂停除急诊重症和住院医疗以外的所有诊疗 此外还有多家主要医学院也在考虑定期停诊停课 医疗界消息称 为抗疫政府的医改计划 韩国多家重点医学院的教授们 上月25号提交的辞呈将在今天开始生效 因诊疗工作而无法立即辞职的教授将定期停诊 韩国政府表示这种做法不可取 希望医学院教授作为医生和教育者留在患者身边 指导学生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伦敦的五皮军马在操练期间受惊 在市中心街头飞奔至少四人受伤 事发在当地时间昨天早上 有军马在英国伦敦市中心距离白金汉宫不远的地方飞奔 其中一匹马身上有写字 网络视频显示沿途多辆车被军马撞到 导致车身变形或玻璃碎裂 包括一辆旅游巴士 英国军方表示 涉事军马隶属皇家近位骑兵 当时有六名士兵和七匹军马 在骑兵卫队阅兵广场参与例行操练 期间五匹马突然受惊狂奔 其中四匹马上有士兵并且被甩出马背 其中三人受伤没有生命危险 所有军马已被巡回 其中有两匹马受伤 英国传媒报道称至少四人受伤送院 军马受惊可能是附近有工人搬运建筑垃圾 并发出声音 军马因此受惊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当地时间的23号 德国汉沙航空的一架波音747-8型客机 在美国洛杉矶国际机场降落时 上演了惊险一幕 画面显示客机第一次尝试着陆时 触地以后出现了弹跳 飞行员随机拉升复飞 此后第二次尝试着陆成功 这一过程恰好是被社交媒体 对洛杉矶国际机场的直播记录了下来 日本全日空的一架波音787客机 在北海道降落时记忆冒烟 机上200多人安然无恙 据日本媒体报道 当时客机是载有204名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 昨天下午由东京雨田机场起飞 在新千岁机场降落时记忆冒烟 引擎关闭之后不再冒烟 全日空表示 这可能是飞机的油压系统故障所导致的 好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56分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神舟18号瞄准今天20时59分发射 执行神舟18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程组 由叶光复 李聪 李广苏三名航天员组成 叶光复担任指令长 神舟18号航天员程组将在空间站驻留约6个月 计划于10月下旬返回 神舟18号程组载轨期间 将实施6次载货货武器炸舱出舱任务和2至3次出舱活动 神舟17号航天员程组在与神舟18号航天员程组完成载轨灵换后 计划于本月30日返回东风着陆场 我国第四批航天员选拔即将完成 他们入队后将和现役航天员一起实施空间站后续任务 并实现中国人登陆月球 我国将抓紧研究推动国外航天员 以及太空游客参与空间站飞行 强降雨短暂收敛后 江南 华南等地与市将再度加强 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 此次过程最强降雨时段集中在今天 强降雨落区与此前高度重叠 北方经历短暂降温过后 暖热陆续回归 山西河北等地部分地区 最高气温将冲击30摄氏度 国际能源署发布展望报告称 2024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将打1700万辆 占全球汽车总销量的五分之一以上 2024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将增至1000万辆左右 约占中国国内汽车销量的45% 未来十年 全球新能源汽车需求将持续强劲增长 日元对美元汇率延续多日来的下跌趋势 一度跌至亿美元兑换154.94日元 创下1990年6月以来新低 逼近危险关口 分析认为日元贬值高度关联美联储激进加息 虽然未来日元升值不可避免 但长期来看日本经济萎缩的大趋势很难改变 韩国全国经纪人联合会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 5月韩国商业景气指数为94.9 比4月下降3.7点 显示企业依然悲观 韩国全国经纪人联合会的官员表示 由于高利率高通胀 以及中东局势不断恶化等原因 韩国企业经营面临着困难 未来需要加强对外部风险的方法 以上就是今天的刊登方 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